今天 晚上在香港 讲庭 这一次采取的方式是学习报告的方式 也就是完全离开经文而讲大义 因为时间只有三天六个小时 从今以后 我在任何地方接受邀请 讲经也好 讲年也好 我们的总题目就是学为人私行为示范 这是我们的总题目 那么在香港呢 我想讲的就是四十话语 山财同志五十三餐 这个地区 我已经七年没去过 所以从前一些老的听众 有很多都移民到国外去了 还有一部分 那么这次我是接受他们的邀请 他们希望我能够每个月到香港去讲几天 我说也可以 讲言的住所呢 最好是接公共的机会所 比一般道场 场所要大一些 用很难的去一次 这个场所大了 一般人都愿意去 这个场所太小了 甚至香港道场 通常都是一年半人就坐满了 场地都很小 那么内容呢 是讲五十三餐 每一次用三天的时间 讲一个大年 所以就不能够依照经文来讲 依照经文一句一句的讲 是决定讲不完的 时间不够用 所以只讲大一 那么又想到 现代的社会 对佛教 误会太深了 不但一般人对社会误会 实在讲说 我们舍佛的人 本身不了解佛教是什么 自己做的不如法 怎么能叫社会大众认清楚 所以这一次算是第一次讲言 第一次讲言还讲不到正题 我们还是要从认识佛教开端 要认识佛教 认识华言 认识净土 总是要从这个地方开端 我们搞清楚 搞明白了 所以才能真正得到佛法的利益 真正得到佛法的利益 真正得到佛法的利益 真正得到佛法 至于四世真相 绝不是我们学佛的人 夸张自己的修书 不是的 我们非常冷静 非常客观 在许许多多学书当中 仔细去较量 而自己这么多年来的实业 深深体会到 这是一门非常有用的学问 所以对现代人介绍佛法 一定要讲求现代化 这个是我在讲习当中常常提到的 现代化与本土化重要啊 佛经翻成中文的时候 就已经符合中国当时的本土化 当时的现代化 所以诸位看看佛经的文字 跟中国一般古文做的比较 你就晓得了 佛所说的原理原则永远是不变的 但是方法技巧啊 可以随时变化的 通权打变嘛 我们对现代人 我们对现代人 对现代人的随时变化的 学习的经济 你怎么说 都不会离谱 才真正能做到善巧方便 自己要没有切入这个境界 那就很困难 不遵守古人这个说法 我们用现代的名词来表达了 往往是把意思说错 所以说关键的还是在修行 修行还是在相应在切入 佛在大经上讲的 大心凡夫 赵博掌者特别强调 我们在华业核论里面看到的 他这个认知是正确的 什么样的心 这是大心 总归借到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经体上 清净平等学 就是大心 我们要正确保护心思 一尘不染 事发佛法 统统不染 你的心就清净了 平等心思 不分别了 确确实实 没有是非人物 无游高下 无游高下 发发平等 你的戒心思 你的戒心就没有了 所有一切 张难戒心 全部破除 这个心就大了 恢复到自信真心 自信真心 确确实实 是包太虚空啊 两周杀戒 我们除世待人久 因念当中 有觉得不能容忍 不能容无 这个人 我看不顺眼 这个四 我看得不满意 有这个念头 生习 立刻就要回光返照啊 这一回头啊 就知道自己心量太小了 那就变成小心量的凡夫啊 小心量的凡夫 永远不能与大乏相应 心量小 无论你怎么用功 无论你怎么样勤奋 勇猛精进 成就都是有限 我们在座的同学们 不只是这一身才学佛啊 你要是这一身才学佛 这样殊胜的机缘 你就不到啊 也必定是如今所说 深深事实 无量界来的 是不是 你才敢得这种殊胜的发明 为什么无量界的修行 到今天还是这个地步呢 还落到这个样子呢 原因在哪里 第一个因素 实在讲就是心量太小了 深深事实 都是用个小行量 在修行 永远没有办法 突破三界六道 所以不管你怎么修法 总而言之 你没有办法脱离轮回 到现在我们才把这个原因找到啊 如果在这一身当中 不能把这个原因消除 我们今生还跟过去生一样 累积一点点的善根 依旧出离不了轮回 这个语言遇到了 你想多可惜 要想在这一身当中成就 你不放下 行吗 我初见张家大师 他传说我这六个字 看得破放得下 真好啊 大师教人 没有隐瞒 没有自私 他这样教我 他也如是教一切众生 我能够对一点利益 就是我真干 他教我 我真肯做 那么有些人接近亲近他 受他的教诲 不肯听话 不肯照做 这个利益 这个利益就得不到 善知识 对我们只能做开示 物如 一定要自己 去做功夫 物就是信节 如就是相应 真正做到 做得相应 才行 那佛法 这样的殊胜 这样的圆满 是九法界 一切众生 迫切需要的 我们 怎能不热心地 去介绍呢 热心地 去传播 将我们自己 尝到的乏味 得到的利益 与一切众生 共享 这个就是大行凡夫 他一定要做的事情 不需要别人 劝告 无需要别人 提醒 念念不舍 这样 才能与普贤大四之德 相应 也就是与十大愿望 相应 我们这个十大愿望 是天天挂在口皮上 从来没有一个念头了 去去做去 只是每天 在做扩颂的时候 念一遍 一遮离尽祝福 二遮称赞如来 有什么用处 念个谁听 念早晚扩颂的意义 多不明了啊 早晚扩颂是念给自己听的 不是念给别人听的 天天提醒自己 早扩是提醒自己 我这一天不要忘记 一定要这么做 顽固是反省的 反省我这一天 有没有做到 我的齐心动念 严于造则 与佛的教诲 相应不相应 与自信的提向作用 相应不相应 佛所说的一切法 就是自己 真如自信的提向作用 佛没说别的 这才叫真实说 圆满说 我们懂得 我们懂得佛设法 那一套方式 而后才真正体会到 佛所讲的 成说 差说 无尽说 我们明白 明白 明白之后 自己也要发心 也要与 成差 无尽说 相应 这样 这样 你就能够享受 不佛如来 发生大肆 那一种的 发喜 发落 你就虽然不能够圆满地享受到 能享受到几分 少分 少分 就很难得了 从少分 逐渐逐渐就向上提升了 那就不难了 所以佛法的修学 诸位要向真正开智慧 真正的泄脱 泄脱是什么呢 泄脱是烦恼端性 这个泄 念破音字 是动词 名词 我们念戒 就是把烦恼 解除了 把烦恼 解放掉了 脱 脱离三界 脱离十发界 那么由此可止 你心里面还有烦恼 你就决定不能够脱离三界 脱离十发界 你没法子脱离 这个给你讲 三界 十发界 是大关头 里面很小的 三界里头又分三界 欲界 四界 五色界 如果你不能断欲 你连欲界都不能够脱离 你连欲界都不能够脱离 你脱离不了欲界 你决定 回够地 决定 而且在地狱里时间长 最佛不说 最佛不说 财色 明十岁 欲界 五条根 他不这个说法了 他说地狱 五条根 这就明得告诉你 这五样东西 你要是贪孽 不死 你决定不能够脱离地狱 我们今天到人道来转一圈 恐怕谁人生又回地狱去了 就像地狱经上所说的 那是真的不是假的 这个东西明明是害人的嘛 无量界 我们受了他的大害 今天还探浊 你说 这个欲吃到其处 诸佛菩萨 大慈大悲 大神疾呼 在那里劝勉 都不听 还是受这些东西诱惑 那有什么法子 要真正知悟 不要人们认为地狱 我没有看见 地狱在哪里 那还不是佛菩萨 说这些吓唬人的 你就答错了 到底看到了 你后悔莫及了 所以我们是说佛 第一个要相信 佛第一个要相信 佛决定 没有亡人 佛决定 不欺骗人 佛不会 欠害人 佛是真正的好人 标准的好人 利益 利益一切 与一切众生 我们这一生当中 能够遇到佛法 能够做佛的弟子 多么幸运 现在呢 我们要共同努力 要做佛的真实弟子 不要做佛的假弟子 真地字就是对于佛的教会 字字句句 统达明了 乐视在身后当中 一交奉行 祝佛菩萨们 是我们修学的榜样 祂做出来给我们看 我们生长在末法 末法的环境 跟世尊当年那个环境不一样 我们要学习随一顺这个环境 生活上可以随身 思想上可以随身 心理上决定不能随身 这个世间人心地是任务的 是妄想分别执着 我们在心理上把妄想分别执着 完全放下 这个就没有障碍了 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 四种无障碍的发现 四种无障碍发现 我们可以说要把妄想分别执着 就在我们眼前 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呀 果然你体会得了 你会了 你能够切如了 那就是经上讲的 你已经得华严三美 你已经享受 诸佛菩萨发生大事的生活了 你说这个多圆满 好 今天时间大了